年中快到了 哪裡還有錢可以賺寶寶呢 待會我來告訴你 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急診室 我是阿醫師 歡迎我們陳學敬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下一年底有很多行情 尤其是年中要到了 哪些族群呢 可以讓我們看好呢 好的那非常的一個多 那最主要大家所最擔心 那個美國聯準會的一個升級的問題 那也站高的一個一段落 那正是市場也預估明年 可能會有機會做一個降級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一波這個台北股市 就如同我跟他說的 來到了一個下檔鐵板區 15,975點 那麼低檔時至變盤轉折的一個向下 然後隨著一個作末行情 跟作戰行情的一個延燒 那包括最近行情的一個持續的不斷 所以後製行情應該在大選前有機會 邁向的一個萬八之路 那重點是邁向萬八之路之前 那到底還有什麼樣的一個股票 後面仍然有向上噴出的一個機會 那我想非常多 我舉幾檔的一個股票 比如說像四星KY 因為社會整個的一個美國雲端資料中心的一個 製研晶片 那也帶動的一個營運的一個大爆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波的四星KY的一個股價真的是不要翻天 那當然有些股票如果說 它的一個漲幅已經非常的大 並不是叫大家去做追加 但是同時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有些還在處在的一個相對低檔的一個股票 那這些的股票就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被動元件的一個國具也是一樣 社會的一個景氣最差的一個狀況已經過去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的股價已經來到六百多塊 那甚至有機會市場目標給它七百甚至八百 那甚至包括的一個可變電主也是一樣 那被動元件的一個族群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的一個股價 也都一檔接著一檔大漲上來 那麼甚至包括的一個光學進球的一個股王大力光 隨著一個營收角出一張亮影成績單 包括的一個光學變化的一個鏡頭的一個報價上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股價也都開始在做一個軟身 那麼甚至包括電腦周邊的一個群光也是 那最近的一個股價 哇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從第一檔大漲上來幾乎都已經飆漲一倍 那麼甚至樂轉硬模 這也是跟NV 跟手機相關的一個族群 那隨著NV谷底的一個回溫 你可以看到這些股票才剛剛的一個 的一個量的一個加溫的一個上漲上來 那甚至包括的一個IC的一個封測廠的一個晶圓店也好 或是記憶體的一個封測廠的一個歷程也好 那這些股票的一個表現都非常的犀利 那麼甚至包括的一個電機類股 這些是政策的一個加持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股價都已經來到的一個300多塊 甚至包括輸入器代工廠的一個音樂檔 他要搶攻的一個IP以及 的一個ASIC這樣的領域 那股價連標跟兩根漲領版 所以從這些股票我們可以發覺一個現象 為什麼這些股票能夠飆漲上來 那最主要就是我跟他說的 主公股必備的一個三大要件 第一個就是主公股幣會領先趨勢做上漲 第二個主公股幣會符合配合卸行的要求 第三個主公股幣會符合環境的意義 所以只要能夠符合這三大的要件 那麼我想在明年的一個農曆年前應該 所以突破萬八股源 對對對應該有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真的要好好把握 那當然對於有一些已經漲高的股票 並不是叫大家去追價 但是從此如果說有些還在相對低檔的一個股票 那未來有前景有展望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個股 我覺得這些的股票都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我今天我帶來的一個三檔股票 第一個就是ASIC設計的一個創意 你可以看到四星KY都已經來到3000多塊 那創意現場目前的股價還在1000多塊 尤其他過去因為五難民的一個案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也造成的一個這波股價的一個修正 但是五難民的一個專案的一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也代表著說第四季到明年整個的一個運營可望恢復的一個成長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股票如果有拉回的話都是值得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麼再來包括的一個重電的一個類股 你可以看到華盛都已經來到一個300多塊了 但是中興電同樣是社會的一個政策的一個台電強化電網上計的價值 目前股價還在100多塊 但是重電它會不會就到大學 我覺得車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整個訂單人間路看到2027年 它算是民生需求 所以老師你是馬上看它 它是屬於一個整個的一個台電的一個電網所釋出的一個商機 包括的一個 的一個輕人員的一個事業 那這種股票才都剛剛加溫上來 比如說像銀建股的一個灌的也是一樣 那麼尤其在明年的一個三重的一個大案 明年即將往公爐漲 明年4月 所以股價一定會率先反映 你可以看到 今年預估上看3.5到4塊 明年有機會挑戰逆年新高6.8 等於是獲利打破成長 現在股價才在升走30幾塊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股票也都是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言 對 所以對於有些低基期去轉期成長題材的股票 只要股價沒有漲的太高的話 我覺得 這些的股票在年前都值得大家來做一個鎖定 那除了這些的一個股票之外 那麼還有哪些未來有機會上漲50% 甚至一倍以上獲利空間的一個底部欺賞主力表股 我也都會在Nine or Telegram 無視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 感謝陳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財因資訊 別忘了加入老時候Lion Telegram 我們財經急診室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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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